之前我们分享过10条最适合户外小白的国内徒步线路 如果你想继续提升 那就一次来看一下下面这10条进阶线路吧 1.五台山 五台山位于山西新州五台山县 为佛教四大名山之一 它由五座山峰环抱而成 布局行似佛的手掌 雾名五台 五台山徒步全程约50公里 耗时三天 一路风光壮美 体验丰富 高山草店尤为震撼 在反复的卖步和倾斋素食中 体会简单生活的幸福 2.库拉岗日 库拉岗日山居西藏山南 位于中国与布丹边境 这里六七千米级的雪山环绕 群山相依而立 位为壮观 相比于其他西藏的高海拔线路 库拉岗日堪称最容易接近的初级徒步线路 全程七天六晚 青庄上阵 住在村里无需露营 徒步的三天里日均仅10公里左右 你大可以用最轻松的姿态 去近距离拥抱雪域高原 3.康拉郡 康拉郡位于新疆西北 是一处绝美的高山大草原 贯穿其中的徒步线路 也被誉为天生最美的徒步线路 沿途会邂逅壮美的雪山 极具曲线之美的草原 全程约100公里左右 单日最长徒步20公里左右的行程 看似有点长 但其实它路况良好 用六天慢慢走并不算难 4.贡嘎西南坡 贡嘎西南坡是观赏贡嘎英姿的绝佳线路 全程徒步36公里 最高海拔为4300米的棱嘎座 这里是一处拍摄贡嘎道运超棒的地方 沿途所经的紫眉崖头等地呢 同样也可以直面贡嘎 还能感受高原之上震撼的日出云海 5.孟克德古道 相较于新疆天山其他徒步线路而言 孟克德的长度和强度都比较适中 全程70公里左右 耗时5天 瀑布的地势基本上为缓慢上升和下降 最高处只需要翻越海拔 3500米的孟克德大坂 接近性比较好 峡谷 甘滩 草原 牧场 森林 以及绝美的天湖都触手可及 6.七藏沟 七藏沟位于川西 平均海拔约4000米 草木繁盛 高峰盈利 最高海拔为4250米的碎翠海牙口 七藏沟整个行程 徒步耗17天 总里程约65公里左右 沿途雪山草垫 原始森林 高山湖坡等 高原典型风光 移印之泉 充满了原始的野心之美 七 梅里北坡 梅里北坡堪称这两年最为耀眼的梅里线路新秀 全程50多公里的土步线路 大概耗时约5天 累计排升4650米 最高海拔为5200米的颠葬牙口 雪山林立 冰川近在咫尺 密林 繁花 冰河 神山唐瓦德国 他们会用实力告诉你 什么是真正的人间天堂 八 长川壁 由四伯亮山东北部的长亭沟开始 向着东北方向 关于最高海拔4668米的崖口 走进同样历史于四伯亮山区的壁跑沟 这条线路耗时约三天 大概36公里左右 沿途高山峡谷毕丽 清泉激流交汇雪山红石湘 东方的阿尔卑斯的魅力 在此呼展灵敏尽致 九 阿里转山 西藏阿里 平治海拔四千万 这里自然条件恶劣 地广人西 高山 高谷 冰川 等博大参严的自然神奇 再次可呼傲提议 阿里转山需要我们在海拔 五千年以上 往有两天的时间 突破56公里 近距离接触宇宙中心 刚人波起 或许只有这样的辛苦 才能让你明白 什么是信仰 真正的含义 十 扎嘎那 扎嘎那 扎嘎那位于甘肃甘南州 蝶布县西北 这里是一片被冰川重塑过的 喀斯特地毛 从蝶布县扎嘎那开始 到卓尼县三角岩结束 55公里的徒步行程 我们会翻越十个崖口 穿越两片高山牧场和多处森林草垫 穿行于漫长幽森的峡谷 横接过裸露的风化碎石坡 有挑战 但更有对大自然鬼斧神功的极度震撼 OK 看完以上推荐 你最想从哪一条开始你的进阶之路呢